我说,法律可以惩罚做错事的坏人, 可以嚇阻人再去犯相同的罪, 但是有一件事法律做不到, 就是把坏人变成好人, 这是法律做不到的, 也许能够劝人改过, 但也只能做到这样而已。 我告诉他们, 我认识东伦敦一个凶恶黑帮的成员, 他是克雷兄弟的黑帮成员, 听过他们吗? 这个人专门为黑帮毁食灭迹, 他是个希腊人, 名字叫克里斯, 克里斯被逮捕, 遭到单独监禁15年, 他一直很想自杀, 御方用水泥把他的铁床头柜固定在地板上, 一天有人送给他一箱书, 里面有一本圣经, 他先想, 我听过这本书, 听说很有帮助, 我拿来睡睡看好了, 于是他就把圣经放在枕头下面, 每天失眠的他竟然一夜好眠, 他先想, 这是本好书, 我要放在上衣里面, 他就把圣经放在胸口上, 感觉越来越好, 最后他决定读读看, 因为觉得这本书对他大有帮助, 就读了起来, 一天晚上他在单人牢房里, 半夜突然醒来, 他忽然看见有三个大胡子男人就站在他的床尾, 他说我知道你们是谁, 你是父, 你是子, 你是圣灵, 中间那位对他说, 你来跟从我, 从那一刻起, 克里斯成了新造的人, 他变得柔软温柔, 从前专门毁尸灭积的这个人, 如今开始上法庭拯救年轻人免于囚禁, 从此当地的法官每次遇到不良少年, 就会判决他们跟克里斯一起生活一年, 法官会说, 我判决你跟那个人生活一年, 在那一年期间, 他把不良少年变成有用的少年, 那是上帝的大能, 把人废物利用, 把他们回收, 从垃圾堆中救他们出来。